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台北FM99.7 新竹FM90.7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像连续剧一样 接下来要继续的跟大家来聊 焦虹记这个剧本 为您邀请到的就是刘新慧 新慧你好 大家好 嘉瑜你好 好每次听到新慧的声音就觉得 哇好开心哦 新慧姐姐要来讲故事了 新慧姐姐其实是在中央大学 跟景专教书是不是 景专他也没有中文系 他就是警察消防海巡 是是是 但是是教他们中文的部分 好我相信学生这样听你讲故事 一定上课都非常的开心 希望他们很开心 是好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介绍到了焦虹记 那这个剧本 虽然没有看过他在舞台上面演出 没看过 对 但是很有趣的一个剧本 非常 要不要帮我们稍微前情摘要一下 前情提要就是 他有三个主要角色 一个是小生 小生就是生存 然后蛋 我们的闺门蛋是王娇娘 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他的贴也非常的出色 有着飞虹记 焦虹记里头有一个飞虹 那个焦就是焦娘 虹就是飞虹是他的丫头 对 有着贴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很特别的角色 我们上次是讲到那个贴跟蛋 他丫头他想要跟小姐一起去追求 那个小生就是生存 对 然后两个人就是打翻了醋坛子 对小姐跟丫头吃醋了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昆曲戏里头 好像没有看过对不对 对很少见到 很少见到丫头居然会跟小姐 是 还去抢男朋友 算是抢男朋友 对而且还大声的质问小姐 小姐说你为什么不能 好好的在绣房里头绣 绣花呢 她说为什么男人可以去赏村 我们女人不可以去赏村呢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明朝 末年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当时候的家奴们就是那些仆人们啊 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了 他们家的主人非常的有钱 跟着他们也富有了起来 那他们的生活水准 其实比一般的老百姓还要好 他们就觉得说 哎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可以比较自由了呢 所以就有一些 哎思考到自己的生存的权利 还有自己的人生的那个主权问题 对所以一点点的会在焦虹记里面产生出来 在那个孟称顺的笔下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 很有趣 对我觉得比较有趣 可是这种情况其实没有在四十多年的 汤贤祖的还魂记里头出现 同时也没有在育瞻记里头出现过 当时现在比较长引的剧本里头 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这里就是有小姐跟丫头两个人不合的情况出现 非常的有趣 对那我们看看 我故事接下来啊 其实要有一个转折了 这个时候本来都只有小姐丫头跟我们的小生 对坐享其人之福的小生 可是呢 转折出现了 这时候有一个帅将军 帅将军是当时征战沙场的将军 非常的战功标比 他有一个儿子啊 也是非常的年轻 其实已经二十几岁了 可是还没有娶老婆 他就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我的儿子还不娶老婆啊 一问他的亲信 啊居然他想要娶当时最漂亮的小姐 所以可是最近来跟我说 梅的小姐都不够漂亮 我不喜欢 他也知道小姐漂不漂亮 对那个时候可以看照片 就是写真 看了照片之后 对对对看画像 他都不喜欢 然后于是呢 他就这样亲信去收集 最近有名的美女是谁啊 王家小姐 李家小姐 通通收集来 一搜搜了九幅美人图 哇美衣服我倒好喜欢哦 看了眼花聊 我们不知道要选谁才好 这一天啊 他就跟丁连连 也就是跟生存要好 请生存去帮他拿一双袖鞋 拿一双娇娘袖鞋 来看看那个丁连连 就是那个名记是不是 对名记丁连连 到了帅公子他家来 对就是那个帅将军的儿子 他没有名字就叫帅公子 好到帅公子家来 然后跟他一起品评 那些美女的画像 一看到有王娇娘 他说王娇娘我知道 我有一个相好的客人 有一个公子 他跟他要好呢 听说他真的非常的漂亮 跟他描述了娇娘的外貌 哇帅公子一听 我很喜欢 然后就说我要娶她 我非她不娶 似乎就埋下了情根 这个丁连连连有点 他是故意的吗 我无法评断他是不是故意的 有人说他觉得他是心直口快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想说 哎呀我好像坏了 生公子的好事了 对但是那个时候 女孩子的心思 其实我觉得也是说不清 道不明的 真的 对自己的心上人 有了其他的心上人 我觉得这个 就多说了两句 就多说了两句 然后帅公子就跟他爸爸说了嘛 他爸爸说 嗯那个王通判啊 他过两年就要回乡了 那个他任期满了回乡 回乡之后 我再派人去提亲 这件事姑且暗下不表 但是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了 伏笔 然后事情呢 我们又回到了前面 那个王娇娘她不理生存了 生存 就是我们前面 她不是看到说 哎你怎么会有 暗头居然有丫头给她的信 对但是 哎生存不明就理啊 为什么妹妹不理我 她心情很不好 她以为那封信是王娇娘写给她的 对她以为是娇娘写的 其实是飞红写的 她完全不知道 所以她心里想 哎呀妹妹为什么不理我呢 所以心情闷 就在花园里头散步 当时候娇娘呢 因为也是赏春累了 心情不好也是闷嘛 你就在凉田里头睡着了 那生存过去 看到妹妹坐在那边 正好问清楚 这个时候呢 娇娘因为心情也闷了好几天 终于憋不住了 她就跟她讲说 为什么你的鞋子不见了 会在飞红的手上 那飞红的辞掉了 居然在你的案头 你们两个真的没有什么吗 然后生存就说 哇全部都是无愧 天大的冤枉 天大的冤枉 这真的是巧合 我不是故意的 然后还明示 然后姜娘一想说 哎呀我们家后花园呢 有一尊非常非常灵的神明 叫做明灵大王 这个大王非常的有灵性 那你既然决定不复我 那我们一起去明示一番吧 去山盟海市一下 对他们两个就去了后花园 然后就明示啊 说那些我们都知道的 那个老套的 然后说什么 身不同城 死怨同戏 不过比较特别的 他就说啊 如果女弱妇男呢 我们就打入十八成地狱 哇 对永远不得超生 如果是男弱妇女呢 就被天打雷批 马上被雷击死 对 那这是哪一个比较严重 两个 一个是永世不得超生 一个是被雷击死 可是死了之后 可能还是可以超生 还可以超生 对 这好像不太合理 好像不太合理 但是那时候 觉得被雷批死 好像也还蛮严重的啦 他们可能也没想到那么多 不晓得有没有一些 小小的伏笔 是 总而言之呢 他们两个明示之后 那个生存决定 要好好的对待小姐 所以他的行为 也收敛了很多 他在花园里头 走的时候呢 飞红远远的看见他 很开心的说 哎呀 申公子 申公子 这个时候 平常呢 申公子会跟他 笑骂两句 调笑两句 是他的专长 可是这个时候 生存想说 哎呀 飞红来了 我应该不要跟他讲话 不能再让小姐 不开心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 没看见 然后就走开了 完全没有搭理飞红 要把他当空气是不是 可是飞红 多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啊 对 他觉得 申公子应该有看到我 所以心里就 马上度火中烧 申公子不理我 一定是因为小姐的关系 小姐啊 我之前没有抓到你的把柄 现在你可要 仔细一点了 我一定会时时盯着你 所以他就 哎 若有事无的 时不时就留意了小姐的举动 然后呢 生存这个时候 其实是要去找小姐的 找妹妹一起去游花园 在春光明媚的时候 就在花园里头游赏 赏赏花 听听鸟鸣 非常的开心 然后两个人累了 哎 小生就想要拉 小姐去凉田里 休息一会 顺便呢 亲腻一番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 好像有一点眼熟哦 有点眼熟的 耳熟的剧情 其实这里正好就是 脱胎自 汤贤组的 我们最熟的金梦那一段 我们前面有提到吗 上次胎死的时候 对 这里就是脱胎自 金梦 只是把这个小生 实体化了 已经不是梦中的亲人了 而是实际上 已经有过 肌肤之亲的良人 然后呢 远远的飞红 看到两个人 手拉手在花园里 行机可疑 想说好 我马上去告诉老夫人 他真的去告密 他去告密 他其实不是说 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他就说 哎呀老夫人 今天天光这么好 天气暖和 我们去赏赏花吧 哎 去花园里走一通 老夫人看到 哎远远那两个人 哎那不是我女儿吗 对 就是要去 这还得了 对 我女儿在那边 这个时候生存的反应 非常的快 他看见有人来了 哎呀 是老夫人 马上闪身而下 二话不说 反应非常的快 我们会发现 从头到尾 如果有人发现 他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 他第一个动作就是 哎呀 赶快衍生而下 就溜了 急奔而下 对 那老蛋呢 就是我们的妈妈 那娇娘的妈妈 这个时候也不好说破 他把娇娘 他有看到 他其实隐约的看到了 书上面其实 一开始没有直说 老蛋只说 女儿啊 你一个人在花园里头 多危险啊 如果风吹来感冒了 怎么办 如果有其他闲杂人等 你怎么办 不好 那赶快回去吧 让丫头陪着你赶紧回房 可是小姐回房之后 那夫人心里有数了 刚刚我明明看见 还有人 就是我的外甥 在他身旁啊 哎呀 他们两个不晓得 有做出什么事来 对 如果正大光明 就不会溜了 对 这其实更加引人引斗 对不对 那就是 我觉得是深深的不好 那老夫人心意已定 怕他们两个做出什么不光明 不体面的事情 所以决定赶生存回家 哎 这一次啊 生存像是斗拜的公鸡一样 有一点 黏着 然后就被老夫人赶走了 那赶走的时候呢 他跟小姐话别 小姐说 哎呀 那个哥哥 大榜之期 大考之期将到了 你赶快准备准备去考试 求取公民 好来迎娶我啊 对嘛 有一个公民才能够来提亲啊 很好啊 结果呢 生存说 哎 公民成否在天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可是姐姐你对我的情深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表现出她是 非常重情 而不重公民 那娇娘听了 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我看她根本是不想去考试 不想念书吧 她只想玩而已 真的 沉溺在温柔相中 哎 两个人这一话别 其实别了又好几个月 半年以上 其实两地相思 这个时候呢 娇娘的爸爸任期已满 举家全家大小都要搬离通州 然后准备回乡 那回乡之后呢 路途上会经过生存她家 那举家就会在官道上面相迎嘛 然后就是备个水酒啊 然后来野餐一番 然后野餐的时候 哎呀 生存很高兴 终于可以见到妹妹了 可是哎 舅舅一家来的时候 没看见妹妹 我就问舅舅说 哎 妹妹呢 那因为你妹妹的车马比较慢 所以我让她先行 半途不作停留 哎呀 这是有意在回避我吗 生存心里有一点不太是 这我也怎么办 哎 有办法了 那我就雇一匹马 她就去牵了马来 然后快马 直追妹妹的车架 对 两个人相见 哎呀 那个娇娘非常非常感动 本来以为相见无望了 没有想到哥哥居然追来了 非常的感动 于是呢 就拿了一块玉佩 然后送给那个生存 说啊 这是乡镇 玉佩一枚 以证我们两个人的童心 对我从来没有 对我从来没有跟你任何信物啊 但是我收过你的一枚断绣 不晓得大家前面还记不记得 对 这比较特别的一枚断绣 你的断绣在我身上 那我回证你相配一枚 嗯以后我们两个的情缘是不会断的 所以呢 生存就安心的回去了 这里呢 我觉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这个情节其实跟高连的玉簪记里头的追周 或者是秋江一折 其实有一点像庙长去追去科考的攀狼的船只 对耶 那个高连呢 跟他比我们的作者孟称顺还大了21岁 所以是先有玉簪记 先有玉簪记 然后后来有这个 我在想当时啊 他的玉簪记肯定很红 嗯 对耶 是 就算暗头红 那搞不好舞台上大家也 非常的熟人 这个剧情 所以很容易的 就到了这里的 也有有熟视的痕迹来 就模仿前人的这个文笔 嗯 那你看前面呢 模仿了金梦 后面模仿了追周 我们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一些 类似的痕迹出现 嗯 那后来 什么时候可以见妹妹 好吧 那我最好去考试了 那 这个时候他前面落地 这次考试到底上了没有呢 嗯 上了 终于 终于上了 还好有好好念书 对啊 好好 有好好念书 其实呢 这个众公民啊 也就是传奇本里头 常常解决 婚姻问题的方法 对 才子家人呢 见面一定要私定终身后花园 没有办法 父母反对的话呢 我的落地秀才 只好去众状园 去考试 对 众状园 情非得已 其实我没有很想众状园哦 我是因为要付 要来迎娶姐姐 所以我中了状园 那这个时候啊 其实不止生存 一个人中状园 中 中榜 他的哥哥 他跟他两个人双双提名 金榜 回到家来 父母亲非常的开心 这个时候呢 哥哥安分地待在家里 等发 就是等 看看被发到哪里去当官 这时候妈妈就说啦 哎 那你舅舅对你这么好 你现在当官了 你是不是要去报喜一下啊 哎又有一个机会了 对 说不定是他毛遂自荐的 对这个他可能没写出来 然后他说很开心 说好 那我要赶快去见妹妹 所以他就正大光明的又去了 舅舅家报喜 嗯 可是这时候啊 全家人都在大厅 然后恭贺 生存 金榜提名 哎在舅舅跟舅妈的眼前 看见妹妹 两个人只能眉目传情 相望而不得相亲 在这一则里头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一个情节 哎呀 心里很急迫 可是没办法说话 嗯 人太多了 对 那这个时候呢 生存又被安排 住在舅舅家了 哎 这个舅舅实在是很好客 非常的好客 他他到底不晓得 喜不喜欢这个外甥 对 怎么一直让他住在这里 其实已经有一点怀疑了 他还是住了下来 但是这时候 因为舅妈心里有点 嗯 有点疙瘩了 所以有点防备 让他住在比较偏远的书房里头 住得远远的 住得远远的 这个时候啊 情节就岔开来了 有一段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又很有趣的情节 因为他们家 不是举家才刚刚回来吗 对 所以这个宅子很久没有人住了 那花园里头呢 有一些鬼魅 哦 鬼魂情节出现了 变成聊斋了 对 情节一变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鬼魅 这时候想啊 哎呀 被这个生存 喜欢妹妹的这个心境 所感动 想说哎呀 难得少年如此痴情 想我生前 我都没有碰到 这么痴情的人 那不然我来跟他 优惠一番吧 所以就在 生根半夜的时候 他就变化成 王娇娘的模样 跑来跟生存优惠 优惠但不只聊天 不只纯聊天喝茶 那他还特地的跟生存说 哎 哥哥 以后啊 你少到前厅走动 那即便你到前厅走动呢 见到我的爸爸跟妈妈的时候 千万不要 就是摆出一些 我们两个很熟人的情态 也不要轻易跟我搭话 跟我生分 生疏一些吧 不要太亲近 他怕被试破 这个事情被拆穿 对这个女鬼 其实还蛮有一些心眼的 但是生存 嗯好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识破的 就谨守诺言 所以呢他难免嘛 碰到他们父母亲的时候 他真的回避着真正的王娇娘 那真正的王娇娘觉得奇怪啊 我跟哥哥已经没有什么好 不好说话的地方了 我们已经 名过世了 山盟海世都有了 为什么你现在不理我呢 对 然后跑去他面前 他就背过身 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今天终于把他抓住 牢牢地抓住他 挡住他不让他走 问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小生才偷偷摸摸地跟他讲说 哎 妹妹 你不是叫我 不要讲吗 你不是叫我 对你身份一些的吗 把这些事讲一讲 王娇娘就很生气说 哪有此事 啊飞鸿在旁边听了 哦这里要插一下 这里 王娇娘跟飞鸿已经和好了 哦 三言两语 其实前面 他们的吵架 其实一下子还蛮激烈的 但是三言两语又和好了 哦 好这时候 飞鸿觉得奇怪啊 他就说小姐 不然我晚上去看看吧 那到底怎么回事 对怎么回事 那飞鸿不敢一个人去看 怎么办 哎那不然我叫老夫人一起去吧 怎么找老夫人 老夫人有权作主啊 如果发现 真的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可能可以让公子 哎 坐得近一点嘛 这样子我们来往才方便啊 对 所以就拉着老夫人去 结果晚上一看 居然在房间里看到一个小姐 一模一样的女孩子 然后发现外人来 一闪 身影就没了 哦 本来那个生存还不相信 居然有鬼魅的 嗯 这个时候也吓呆了 在外面的两个人 也吓呆了 对 那老夫人经过这个惊吓之后呢 就顽固了 啊 真的被吓死了 他被吓死了 那书里头其实没有去 那个完整的描写 嗯 就下一场戏一开始 那个爸爸就上来说 哎呀 我的老夫人啊 他已经死了 夫人死了 就这样子 很感伤了一番 那真的受到很大的惊吓 非常大的惊吓 嗯 那这个时候呢 老夫人死了 那老爷非常的伤心 变成 生存 这个时候变成他们家的支柱了 哦 非红这个时候也趁机 那个打蛇随棍上 跟老爷建议说 不然让他跟小姐成亲了吧 哦 这不是太好了吗 太好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没错 但是话锋一转 前面说 等到王通判回乡之后 来提亲的 帅将军 这个时候前来提亲了 那 所以帅将军 这个时候要出现了 这个时候他的影响力 就出现了 是 好 我想啊 聊到这边这个故事 真的是高潮迭起 一波又一波 好不容易这两个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 没错 看来事情其实没有这么顺利的发展 没有这么顺利啊 好 那聊到这边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好 嗯 我们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喝口水 待会儿节目下半段 我们再请新慧继续为我们做介绍 好 江洪记 随风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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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荷的那一層 雨下的多少滿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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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像王嬌娘的女鬼 她故意化成嬌娘的樣子 她故意化身成王嬌娘去騙男主角 她希望有一個人對自己一心一意 因為她生前就是得不到丈夫的愛情 對 對 但是她這件事情被老夫人看到了 就他們嚇壞了 老夫人就一病不起 就一病不起 走了 我們會發現這邊其實跟牡丹亭的幽構 滿相似的 人鬼戀 但是 這裡 我覺得這一段其實出現的滿突兀的 我覺得 可能是 這個女鬼她想要獲得自己生前未遂的心願 沒有滿足的這些 對 因為她有感於生存的那個單純的戀情 真摯的感情 可能是她要加強生存的愛戀之情 然後 再來就是要讓我們的可憐的老夫人 一病而亡 有兩個重點吧 是是 所以老夫人就真的被這樣子的一件事情嚇壞了 就真的走了 對 但這也促成了他們兩個人的婚姻 就是 舅舅終於答應了婚事了 但是風波在起 前面說好了要幫兒子求親的帥將軍 真的派人來提親了 但是一開始啊 那個舅舅還滿 那個守信用的說不行 我的女兒已經許配給我的外甥了 他還想說不行喔不行 可是呢 用權勢為壓 一逼不成再逼 所以帥將軍在當時是很有權威 很有勢力的 對 權傾朝野嘛 因為他戰功標柄 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跟那個有錢人去 有權的人去鬥 雖然我們的生存男主角已經考上公民了 但是他畢竟還沒有 還是剛剛開始 對他還沒有當官 沒辦法去鬥 所以小姐就 在這個時候呢 就生生的被拆散了 就改嫁給帥公子 那其實這個時候呢 王嬌娘在後面聽得一清二楚 但是他也沒有出來反抗說 我不嫁 沒有 他沒有跟他爸爸表達說 反對的意見 沒有他完全沒有反對 他第一個動作是 跑到後園裡去找生存 但是這時候呢 生存在睡覺 他把生存喊醒了 說哎呀 我們的婚姻怕是不能成了啊 我覺得這一段非常的有趣 關於小生跟蛋的互動 那生存一聽天啊 就哭了 哭了之後 蛋就說你千萬不要埋怨我的爸爸 雖然是我爸爸變卦的 但是你也不要埋怨他 是因為對方的視力太大 小生想一想說 哎呀那還是我們兩個人緣分太淺了 這個時候變成緣分的問題了 他怎麼是這樣子的反應 一邊哭一邊說 我們小生緣間 王嬌娘說 那我們既然生不能在一起 無法碎夫妻之願 我們還有死願可以成啊 我們可以一起死 是 這個女孩子比較堅決 比較堅決 這個時候生存就說 啊 我們的離合悲歡 其實是上天注定的 那帥將軍 既然來提親了 想必妹妹的親戚不遠 那小生告辭 天啊 回家 哎這種未婚夫真的是不要也罷 這個時候呢 太遜了 嬌娘大怒 他說你堂堂六尺丈夫 居然不能保護我 是 罵得好 對 那事已至此 我們兩個人都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那你還希望我改嫁他人 對 生理都煮成熟飯了還講這種話 沒錯 你忍心嗎 你忍得下來嗎 你憋得下這口氣嗎 我的身體斷斷不能再入於別人的手中了 嗯 你想想辦法吧 我已經嫁給你了 你需要保護我啊 我是你的人了 沒錯 沒錯 這個時候小生又想說 哎呀 妹妹剛剛不是我的本意 我是情急之下說的喔 這個人很爛耶 一時出於無奈 我剛剛真的覺得好無奈 怎麼會這樣呢 對啊 那蛋就說 好吧 那你既然不忘情於我 趕快幫我想想辦法 幫我們想想辦法吧 小生說事已至此 他們都派人來提親了 我要緩緩的想想辦法 緩緩突知 慢慢想 天啊 這時候生存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他完全把他的情感上遭遇的挫折 怪罪於天 覺得哎呀 我的命實在是不好啊 我們兩個的緣分實在很淺薄啊 其實他完全看不到社會對他的打壓 他們完全沒有怪社會 沒有怪父母 也沒有怪權貴 完全沒有 而且完全也沒有說自己想要去突破這個困境 完全沒有 也沒有 有啦 那蛋有說幫我想想辦法吧 我們想想辦法 但是正當生存要緩緩突知的時候呢 他的爸爸生病了 而且好久 病了很久都沒有痊癒啊 一定是想兒子了 所以就派人來把兒子要接回去 兒子就走了嗎 對 然後他就到了大堂 跟他的舅舅說 舅舅我要回去了 看看我爸爸 其實這時候呢 嬌娘也是在後堂 聽到他們的話 他也知道他的生存要走了 那他爸爸想說 我的女兒要出閣了 外甥你也不曉得什麼時候回來 你們兩個再見恐怕是沒有機會了 那應該要告別一下吧 對我要看看小姐 這個時候 然後蛋呢 他污著淚眼 匆匆忙忙的跑回房間 他不願意見生存 這個數位的 他一定心碎了 我覺得心都碎了 對 然後推託 讓丫鬟出來推託說 我生病了 我沒有辦法出來 他爸爸再三的催情 也沒有辦法 很堅決的不見生存的 這個最後一面 所以這一段呢 我覺得他 他的那個告別的方式 王焦娘的態度 其實是非常的有趣的 這個故事好悶喔 這兩個人是怎麼回事 對 完全是他們兩個的心理糾結 但這個糾結其實有時候還蠻奇怪的 這個時候呢 生存走了 想當然爾 焦娘就病了 那 跟他和好的飛鴻 這時候其實也蠻好的 他馬上偷偷的寫信去告訴生存說小姐病了 你趕快來看看他吧 那這個時候生存也很好 他自己偷偷的 我一定要強調偷偷的 買了船 然後來探望小姐 趁他爸爸不在家的時候 兩人偷偷相會 這個時候呢 小姐說 哎呀 你不要記掛我了 對 你去追求你的人生吧 那我把斷袖也還給你 然後就跟他做了訣別 兩人就是淚言一一的就這樣子化別了 那回去之後小姐身體就更不好了 這個時候爸爸有點懷疑了啊 說哎 把飛鴻叫過來問說 為什麼小姐自從許給帥公子之後 身體一日不如一日 而且天天不化妝捧頭垢面的 為什麼 飛鴻他沒有說實話耶 他還幫他掩蓋 他沒有說他跟生存談戀愛的事情 或者是他們兩個人已經有什麼事情發生 完全沒說 他說小姐希望可以嫁一個書生 有才有貌的書生 這個時候呢 王傅非常的開心說 哎我這邊有畫像衣服 帥公子的畫像 帥嗎 很帥 帥公子長得很帥 不辜負他的性 他說我們帥公子長得不比生存差 你趕快拿給小姐看 小姐一看病一定立馬就好 所以他爸爸非常的樂觀 嗯 小姐一定很開心 我幫我女兒祕了一個好良緣 可是並沒有 小姐其實他根本就不想看 他告訴飛鴻說 我根本就不要看 然後呢也不吃也不喝 身體就越來越憔悴了 其實飛鴻一直勸他 他告訴他說呢 小姐啊 你改嫁給帥家 這樣子你沒有違逆你爸爸的話呀 那也不違背你素來想要嫁給才貌雙全的蘇貞的心願嘛 嗯 兩拳啊 小姐說不行 因為我跟申申發過誓了 對 幫我會被天打雷劈 有事不得操心 但是那個人根本沒把這個當回事啊 唉 因為我們也不曉得 對不曉得對方到底怎麼回事 那 飛鴻又說啦 我聽說 我們前兩天呢 不是收到申申祭怀的玉佩嗎 申申把玉佩還給你啦 而且我聽說這兩天 申申已經在跟其他的貴族小姐溢親了 她已經在看別人的畫像了 小姐你忘了她吧 這時候嬌娘反而非常的體貼 她說唉 哥哥的心事我怎麼不知道呢 她一定是希望我可以忘了她 她這個手段 種種手段就是逼迫我忘記她 她想太多了 希望我可以好起來 那飛鴻也是跟她說 小姐啊你真的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那個申申別娶 小姐令嫁 你們其實是兩不相互的 嗯 這以來說到了重點了 小姐說 我跟申申一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事情了 在當時的領教之下 對 她已經是不正了 我現在又改嫁給帥公子的話 那我不是又被人家講說 我是一個當父了嗎 喔 所以她是自己心裡頭的這一關 她心裡這一關過不去 其實她很煎熬的 所以呢 想一想 心情就更不好了 對 然後就這樣子 抑鬱而終 喔 小姐就死了 她就這樣子死了 就這樣子一病而亡 喔 這個悲傷的消息 就傳到了那個生存她家去 這個消息是生存她哥哥告訴那個申申的 那申申一聽 小姐居然真的死了 趁她哥哥離開的時候 她就上吊 欸 這個人很奇怪 他有勇氣去上吊 他為什麼沒有勇氣去爭取他的愛情 我覺得這也是蠻匪夷所思的 她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 她沒有辦法去反抗 她的爸爸媽媽其實想說 啊 小姐死了 那你一定很難過 正要進來安慰她 發現 哎呀兒子居然上吊了 對趕緊救下來 結果 一口氣又緩了過來 然後就活了 還沒活沒有活沒有活 那就是一席尚存 然後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 所以就告訴哥哥說 是我不孝 對 然後請你好好的照顧 我們的父母親 所以就一命烏虎 喔 所以她還是全了他們的誓言 雖然她非常的軟弱 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可能會對她有一點咬牙切齒 是 然後聲聲上吊的消息 在小姐下帳之前 傳到了王家 我爸爸一聽說 天哪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為什麼小姐 我的小姐死了 她的反應會這麼大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她就開始怪飛鴻 說 他們兩個原來發生了這樣子的事情 而且抗婚的手段 不想嫁給 或不想另嫁 不想別取的手段 居然這麼激烈 所以她怪飛鴻說 你為什麼 我不是沒有問過你耶 我問過你了 你完全沒有告訴我 這是怎麼回事呢 那時候飛鴻才很委屈的說 啊 其實這真的是我的錯 我完全沒有辦法 預測老爺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啊 對 那就是也是一個 嚇人的一個悲哀吧 但是我覺得 很有趣很有趣的是 他們兩個的姻緣 他們兩個應該是暗通款曲這個過程 雙方的父母 完全不知情 深深是在死之後 欸 才發現 為什麼她對小姐的死反應這麼激烈 那小姐也是啊 飛鴻自始至終 把這個秘密保存得非常非常的嚴謹 所以兩個人就雙雙而逝 那最後 呃 想說他們兩個居然生不能在一起 那我們就把他一起埋葬吧 喔 所以雙方的父母親 就有了這樣子的想法 對有了這樣子的想法 那 就是我的老師 我的寫論文的指導老師 是洪維柱老師 他有時候跟我們講說 中國它是沒有悲劇的 為什麼說中國沒有悲劇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 男女主角都死了 對 這很悲耶 好傷心喔 而且其實在原著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小姐死的那一則叫做方雨 那一則其實寫的還蠻好的 她的心情反應其實很激烈的 對可能看一看有時候文詞蠻好 可能還會一舉同情之類 那後面的雙世就是 小生生存也去上吊那邊 那邊可能就有一點 不如前面小姐死的那 那後面的人又評價說何重量的埋在一起呢 這已經是重複重複再重複了 所以我就沒有那麼感傷了啦 對 但是它終歸還是一個悲劇啊 為什麼說是沒有悲劇呢 是 因為後來呢 還有一個小尾巴 後面有一個小尾巴 就是在清明節的時候啊 飛鴻想說 哎呀小姐死了這麼久 我好久沒有去小姐的秀樓了 那我今天去看看吧 所以上了小姐的秀樓以後 大驚 怎麼小姐跟公子都在這兒 哦 對 這是看到了什麼啊 原來小姐告訴她說 我們兩個生死之後呢 雙雙燈仙 兩個已經變成神仙了 後來後可以在一起 沒錯 他們兩個可以在一起 難怪說是一個沒有悲劇的故事 對 所以燈仙之後怎麼樣呢 如果呢 你還念著我們的舊琴的話 明天你可以來我們的墳頭 幫我們上墳 那如果不念舊琴也就罷了 怎麼可能不念舊琴 對啊 所以飛鴻不止一個自己想去 他於是趕快跟老爺說 老爺又趕快跟他的生存他家裡人說 所以舉家全部都到了墳頭上 可是兩家人到了墳頭上 一看看了半天 掃墓掃了半天 也沒有看到那個兩個人的影子啊 然後怎麼回事 這個時候聽到了那個水池上面有動靜 飛鴻一看 誒有一對鴛鴦 那一對鴛鴦呢 我剛剛來的時候就有了 那現在還在這邊徘徊不去 莫非是他們兩人驚魂所化 對 眾人正在感嘆見說 誒有可能 這是他們兩個的靈魂吧 對這時候一陣風吹來 誒大家視線一轉移 那一對鴛鴦就不見了 哇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化成了鴛鴦 是 其實最後的結尾還是告訴我們 他們兩個就是故意化成鴛鴦 不能以真身在他們父母前面 在眾人之前現行 畢竟人仙還是有格的 不能真正的告訴他們說 我們沒死啊 我們登仙了 對 就是用鴛鴦來告訴他們說 誒我們現在過得很好 然後還有一些神仙的劇情這些 對 然後這就是 因為我們的題目呢叫做 結役鴛鴦種焦鴻祭 那鴛鴦種 所以他們的合葬的粉種旁邊呢 就會有鴛鴦出現 那兩三伯與租英台 它後面是化碟 化碟 我們雖然很傷心 對 那那化碟也是圓滿了 那這邊就是化成鴛鴦 也是圓滿了 對 好 所以下次看到鴛鴦 也許大家就可以想到 焦鴻祭的這個故事了 可以想到 對 甚至他們這兩個主角的性情呢 可能跟我們的牡丹亭裡頭 那麼激烈的 杜莉娘 而且很勇敢的杜莉娘 以及柳夢梅 這個感覺上很不一樣 雖然都是在 明代的禮教要領之下 是 但是怎麼會 對於這個愛情的爭取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我覺得他把所有的行為 通通內化到心裡頭去 反而跟我們現代人 可能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吧 當現在的年輕人在談戀愛的時候 有時候很多心思可能不會對對方說 是 內心小事件很澎湃 可是別人都不知道 對 有很多女生 甚至是男生也是有可能的 不太說 然後碰到一些壓力的時候 也不講 然後心裡就默默的承受 雖然不是大部分都這樣子 但是有 我覺得這種傾向可能更多了 不曉得該如何 正大公民人去解決問題 這兩個年輕人就是這樣 那跟我們的劉夢梅 敢去三更半夜去挖墾 不一樣 或者像杜莉娘 為愛而死 而且為愛而生 這真的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時期的 但是我們的湯賢祖其實早了四十年 比這個孟参春還早了一些 那我覺得這個劇本它比較內化 那可能心裡的糾葛 還有一些主仆之間的一些爭鬥的過程 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也是有它的獨特之處 是 不過我想聽欣慧這樣介紹之後 大家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到最後是牡丹廳留下來 但是焦弘祭 並沒有在舞台上面上演 可能其實大家 現實生活當中很多人 實際上是像焦弘祭 但他們心裡頭都希望像牡丹廷 有可能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出 這麼激烈 這麼勇敢的動作 我們一般人都會把我們的秘密 藏在心裡頭 是 不好意思說出來 或是根本不敢說出來 所以他好像跟我們現代 或是古時候的人 古時候的因為更壓迫於禮教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就是 這個王嬌娘 她一直 她雖然一開始很勇敢的去追求 她的愛情 她是非常勇敢的 可是到最後 她沒有辦法突破 完全的突破禮教 她爸爸在告訴她說 你必須要 我不承認這樁婚姻 我不要讓你嫁給你哥哥的時候 她其實如果這時候站出來 未必不能成功 對 然後更誇張 就是改嫁給帥公子的時候 這個時候更可以爭取的 把自己的事情抖出來的話 我覺得她爸爸一定會答應的 對 她爸爸看起來不是一個 屎骨不化 或者是不通情達理的父親 不是 其實我有看過一些研究的文章 有些人會覺得說 她的父親是一個 趨向權貴的一個 很頑固不離 見錢眼開的爸爸 也許是有這樣的情況在的 因為她畢竟還是在權貴底下低頭了 但是問題是她並不是沒有考量到 她女兒的真實狀況 以我們一般老百姓的情況來說 當有人對我們威逼的時候 我們一定沒有其他的路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一條更簡便的路去走 王父會這麼選擇 其實我覺得是在情理之中 對 因為她完全不曉得她女兒心裡所想 跟她做過的事情 這也正好就是王娇娘心裡頭最大的一個陰影 沒有辦法跟父母親去坦承 所以她可能也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正大光明的去改嫁 那她心裡究竟有沒有這麼的喜歡生存呢 我覺得這也可以去思量一番 就是我因為一開始捨身 就不是捨身 就是尾身於你 但是面對到問題的時候 我第一個去求助你的時候 但你確實要逃避 或者是歸咎於天 或者想慢慢的想辦法 慢慢 對 我覺得這個情況 我覺得是比較尷尬一點 對 比較尷尬 那歷來的傳奇小說裡頭 男性的面貌 往往都是比較不如女性 從最早的 我們現在舞台上面常見的 《牆頭馬上》 我們可以看到男主角 裴少俊不如李千金 一下子就屈服在她爸爸的淫威之下 那牡丹廷也算是比較少數的 柳莫妹是比較勇敢的 但是她的琢磨 的確也不如杜莉娘那麼多 也不如杜莉娘死死生生 生生死死這樣子的 大風大浪也沒有經過 那這個比較代表性的就是這樣子 那在這一齣裡頭也是這樣 是是 欸真的這樣 欣慰這樣說起來 我們發現好像傳奇的這個本子裡頭 比較是為女性發生 是不是 所以女孩子的那種勇敢去追求 愛情的故事層面也比較多 甚至比如說像是火桌裡頭 她變成了鬼 還要去把這個父親和 一起抓回來 對 那個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剛剛講到 她有一段就是鄭沛 她去追妹妹 小生去追妹妹 這個其實也是很感人的一段 可是呢 在玉簪記裡頭是妙場 是女生去追男生 那也是展現出了女孩子的性情 是 那這一齣裡頭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微妙的地方 可以去探討的 就是其實小生生存 她也是有動作的 那她要去科考的時候 剛剛我們嘲笑她 比較喜歡那個玩樂 一點也不想讀書 她沒有那麼在意科考的結果 可是她很在意那個 王嬌娘對她的情意 我覺得這不失為一個 在她心裡的一個衡量 就是她的天秤 她的天秤其實應該還是 她的歸宗情誼 她的那個愛情更重一些 也就是所以她後來 即便得重了 她即便要去當官了 她一聽到妹妹居然死了 她居然沒有去改嫁 她馬上就自殺了 我覺得這個舉動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勇敢的 雖然有點不可思議 但是現代人的眼裡頭 可能也是另外一番情況吧 是 我不太能 對 有一些年輕人可能 可以體會這種狀況 是 好我想無論如何 心中有愛就說出來 勇敢爭取 不然的話 像這樣子的故事 雖然變成了鴛鴦 但是還是覺得 像牡丹亭那樣子 兩個人能夠一起生活 是比較美滿的 比較美滿 雖然我們面對 柴米油鹽醬醋茶 可能有點俗了 但是我畢竟有一個 追求爭取的 積極的過程 是 好我們今天聽到了 這樣一個很特別的愛情故事 好像不是那麼的美滿 但是仔細想想 它好像也還蠻 就跟我們平常生活當中 看到的很多狀況是一樣 或許吧 這個故事寫出來 就是讓我們看見自己 看見我們的不勇敢 沒錯 它其實是人物的性格 帶動劇情 帶動這個整個劇情 走向悲劇 所以有人說它是東方的 羅密歐與朱莉葉 很多的中國式的劇情 都是以情節以巧合 來推動劇情的進展 但是這一齣其實 有很大的部分是因為 男女主角 他們比較便扭的性格 比較不完美 比較矛盾的性格 帶動劇情的走向 是 好讓我們看到這樣的故事 也引以為戒 沒錯 好我想今天真的是 非常非常謝謝欣慧 跟我們分享這樣子的故事 那在這裡 我們也要祝福天下有情人 真的有情 就不要害怕 要勇敢 沒錯 謝謝欣慧 謝謝家瑜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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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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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 啊 高 別 像 啊 女 像 愛 同 別 吐 一片 帶 愛 了 人 笑 笑 笑 串 multimedia web 安說趣 有 查教 遠 留 很飛 一 操 溜 熬 熬 熬 欢迎来到戏曲小学堂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朝方 快 concret和踩鞋 朝方的朝是朝廷的朝 方是方向的方 快kie的快是快慢的快 靴是马靴的靴 彩鞋的彩是彩色的彩 鞋是鞋子的鞋 朝方快靴和彩鞋 都是戏曲舞台上 剧中人物所穿的鞋子 朝方又叫薄底靴子 它的靴筒长 颜色是黑色的 但是靴底很薄 而且和厚底一样 也刷成白色 一般是绸脚所穿 快靴也较薄底 它的靴底更薄 靴筒也比较短 是扮演武功超群 但不是将领级的人物所穿 以便在开打战斗时 动作能更敏捷 更轻便 男性角色的快靴是黑色的 而女性角色的快靴 则有各种颜色 并绣有美丽的图案 增加美感 至于彩鞋呢 那就是淡绝儿所穿的鞋子 大多绣花 也有多种颜色 鞋面一般都夹有碎子 作为装饰 下次有机会看戏的时候 别忘了看看演员脚上的鞋子哦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台湾最没有压力的声音 台北爱乐FM99.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